李念,她是热播电视剧《窝居里最美丽的小三海藻》,是清纯可爱的85后人气女星,是微博上凡事都爱拿出来晒晓的小潮人。 她因在窝居里饰演海藻一举而走红娱乐圈,此后又静悄悄地在香港将自己出嫁,并且迅速缠死,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华丽转身,成为坐拥22亿的豪门扩大。 爱马仕的iPhone4壳,Juicy Country的钻石手表和皇冠手链,这些都曾是她送给好姐妹张雨琪的礼物,李念老公林和平是投资人,2001年以合伙人身份加入软银亚洲投资基金,2009年更名为赛富亚洲基金,目前共管理约40亿美元的基金,是亚洲最大的风险投资和成长期企业投资基金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